说到平溪很多人想到的是天灯 其实平溪还有着百年的铁道文化以及矿业文化 十分国小就替学生安排了导览员的培训课程 首先由当地导览老师带领学童认识家乡的人文景色以及动植物 让学生对自己的家乡有更多的认识 今天我们的活动是主要是结合我们在地的导览课程 还有我们十分地区在地的矿业文化以及铁道文化 来进行一个深度之旅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让孩子们通过导览的老师的部分 介绍我们在地的动物植物 以及我们沿途的一些人文的一个景色 让孩子们更了解我们在地的家乡在地的资源 平溪有非常非常多的魁宝 我希望学生除了来这边就学以外 可以在生活的层面当中你可以拿得到知道了解 在我们周遭有很多很棒的植物 希望在这短短一小时内等于是吸引他们的兴趣 小朋友们搭乘着早期的运煤小火车 来到了新平溪煤矿博物园区 体验一下当年矿工们搭乘的感受 在园区中也透过老师的讲解 更了解平溪与煤矿的渊源 今天小朋友的任务是要将观察到的东西画成图 透过绘画让学童更仔细的去观察细节 也更深入了解煤矿文化 学到了很多地方的特色 还有搭乘读研小生 然后进去走过每个地方 跟工人还有就是模拟坑道之类的 我学到了很多 我们路上也看到了很多花 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有乘坐一下读研小增 然后看到了很多 以前阿公阿嬷会做的东西 那这次有很大的任务是透过绘画的方式 来观察煤矿的遗址 那这样的一个图像呢 可以刺激学生去更仔细的了解 每一个煤矿遗址的外形构造等等 那透过这次的一个图像的绘制之后 我们在月底会跟日本的博物馆 煤矿博物馆来交流 透过导览员培训课程 希望让每一位学童在10月底的台日煤矿交流特展中 可以担任小小导览员 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平溪的文化 也透过课程让学童更了解自己生长的故乡 长大后有机会能替故乡出一份力 记者李嘉文平溪 采访报导